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月之夜就要到了 是谁在仙人殿年来树壳寻人呢 是谁在仙人殿年来树壳寻人呢 听说过专行夜间田井嗜血的一族血液吗 别急 你一直仰着头说话不累吗 没想到你如此胆小 亏小安还说你与他人不同 看来是我白期待了 这你倒是接话了 我明十四页 除了今夜我也只来过一次 为了找一样东西 耀耀光芒 沉沉相盼 日生月落 永违歌传 都说明庸学子博文广实 你听过这首血月瑶吗 我想知道 相传藏书浩如烟海的明庸 有没有典类收录过这首歌谣 有没有典籍收录过这首歌谣 他并不仅是一册古术 而关乎这一个真相 可惜我好像等不了了 我要去齐安 来不及了 日出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齐安 你能不能带我去齐安 你在做什么 什么受害 薛毅咒服夜初 我只是困倦了 你看那传奇画本里没写吗 你未见过 如何确认没有 你明明也觉得我怪异 不是吗 所以当初 才不愿上书阁顶与我对谈 没关系 不用说出口 这几日我太疲倦 否则也不会只是日出旧 不过 不过 还是谢你送我来此 虽然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安如时 谢谢你 我与小安 同在义务馆修武 早先便听她时常提起 宣禁有位姐姐 我意志不解 你们又无亲缘 为何短短时日 便能交情甚甚 今日方知 你真是如此性情单纯 又爱挂念他人之人 里面的客观没事吧 客人 再往前就是龚阿洛 是齐安地界了 就送到这儿了吧 就送到这儿了吧 这位客人怎么了 贡阿洛这儿离远古太近 比宣经山高水险多了 想必你是高山正犯了 不过也不妨是 一会儿去街上买个网儿堂脚 再钱多待一会儿 适应了就好了 记住了 切勿跑动 不然更是要晕 外夫人 来齐安做什么 今日供阿洛有要事 不接待外人 请原路返回吧 什么事 林长 来了个外人 不要外人外人的 叫得如此生分 既来了便是客 我是贡阿洛的林长 碧渝 齐安本是好客之地 只是今日有重大事已要处理 实在不便通行 马车中并无他人 马车中并无他人 你所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啊 这 赤铜除碎黑猫隐魂 歌谣里说的是真的 是 是赤铜黑猫啊 林长 你慌什么 我 我去通知大家 林屋果然不会出错 素编齐安都找不到的 红铜黑猫 今天竟然出现了 既然如此 我也不便多懒了 请吧 自有我供阿洛吧 二人 三人 三人 одна 人和猫都没有被烧死 是神明也认同的凌乌大人哪 凌乌在世 薛月瑶果然没有出错 她也没有出错 赤铜除碎 黑猫隐魂 朱月凌鸳 凌乌代华 万神朝礼 金光附身 谢 神迹已经完成 现在你就是他们的凌乌 对你的救命恩人 就这么说话 若你现在不答应成为他们的凌乌 那么今夜薛月再临时 这些人都会死 何来危险呢 若是无法以仁德之心逼迫你 就用强力罢了 谁让只有所住的东西 才会听话呢 祝游也已完成 这的确就是你们的凌乌 凌乌大人 诺优虾 不does 只有这身份 很idos 谢谢 这身份 就是 你们不识 你们不过 还是 我们不过 我们不过 这身份 就是 那 小点声 外夫人 他们信你 可我不信啊 离 你在对凌乌大人做什么 先前是我们对凌乌大人不敬了 还请凌乌大人莫怪 陈那儿说就好 你对凌乌大人说话客气些 注意自己的言行 好 我要注意什么 注意打你的时候 不要打偏了吗 你 下次再喊我的名字 或者对我指手花脚 在我听来 就是你不要这腿了 我很乐意给你卸下来 你们选出来的凌乌 是个外夫人 其安地界的规矩都不知道 我带走家了 那有劳你了 记得带凌乌去换助导服 天黑之前 你 再教我做事 闪开 阿丽哥哥 我上次和阿丽哥哥打赌赢了 他还没给我奖励呢 哎 胡说什么 离这样的助游术师 怎么会和你这样的小孩吸毒 我不要 我要找阿丽哥哥 谁是你哥哥 走吧 你要是想说他们都不正常 那不必说 谁都知道 倒是有点儿坚实 不过 我为何要对你置物不严 我说的 就是道理 胆子不小 离经叛道的离 离群所居的离 至于我的姓氏 在齐安 是可不能说的秘密 谁问你了 我世代齐安人 却并非此乘庄人 来此 只是听说这儿的人 在等一个庇护神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乖乖顺从了 的确 与其强撑着反抗受苦 不如臣服听命 骗敲你一些规矩吧 你猜得没错 这个叫共阿洛的城庄里的所有人 都有病 不过民众要找的 不是遗失 而是一个能以灵力 镇压斜碎的巫 他们认为所有的病痛 都是因诅咒而来 至于灵巫 他们认为 符合方才他们所唱的那首歌谣中 描述之人 才是为他们助导祈福的灵巫 可笑之间 你既已知助游 火狼 是我给民众们提的建议 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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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性鬼神 处优便是最好的 燕灵神迹之术 本来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本来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在齐安当地 找不到红铜的黑猫 不过 谁能想到 你会送上门呢 我认识 一千 二千 我认识 你为何会在今日出现在齐安 但是我和你的目的 是一样的 可别轻举妄动 我不是来给你解密的 我这银链上的尖刺 若是刺破你一点皮 怕你就要永远留在此地了 其实什么目的我都不在乎 你若真如你所说的 才在今日出现在齐安 那你只要配合着这里的人 完成这场助导仪式 我便教你所见的 妖望之相的真相 告诉你 他们既然认为 我不如这什么天降凌乌 能破解此语诅咒勾连的生死局 那便让我看看 他们做这一切 到底是要干什么 乖乖待着 我过会再回来 快过来 快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应该找不到这里 四岁之前 我都住在这儿 后来 因为一些事 才去的医务馆 炙 是炙热的炙 炙不亲他人的 不过今日 谢你救他 寒凉的月色庇护我 却不能与我交谈 只有志 一直陪着我 我离开 是不想误会脏了自己的眼 你的事 我在远处看见了 被离强先一波 不过你应该拒绝的 那些人的生死 有什么要紧呢 血染月色 必有栽养 在宫阿洛 只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歌谣 今日三月十五 是他依据月相初窥 和复原方位推演出的血月之日 一开始 自是不信的 可若当你 亲眼见证了邪魔鬼祟呢 别急 夜 马上就会来了 从小就这么教的 习惯了 零十四 她是我娘亲 我想知道她当年 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先也不重要了 原想着书中若是有答案 便不必再来 但既已来了齐案 那便亲自验证她的猜想吧 怎么了 你中毒了 你这几道是什么的伤 这毒像是发作在窗口 难道是滇离 她应该不至于伤你一个外人 可若是那些人 可若是那些人 倒是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可别忘了 在场那么多人 只有你一个 不是自己人 看来中毒还不深 看来中毒还不深 还来得及 这么快便找来了 看来只能与之一战了 对了 方才我说了她的姓氏 会避免再招上她这个麻烦 我去会会她 也好问清楚你手臂上的毒 这天色 比我料想中黑得还要快 好久不见啊 十四夜 没想到 有一天 这天我还会被自己打扫的武器所伤 这人是你带来的 难怪一点规矩都不懂 我护着的人 自然不必懂你们的规矩 我护着的人 在秦安拿什么护她 这里的人 若是知道你回来了 怎么 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把她救走 是要自己交规矩 毕竟今日的此地 要是什么都不懂 可活不久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穿着这个斗篷 几分是为遮阳 几分是为避世 你自己清楚 废话少说 我问你 你可曾对人下毒 下毒 如此逼问一个以淫解毒之人 不知是污蔑 还是挑衅呢 那若是要找你解毒 该以什么交换 那要看是谁中毒 和中的什么毒了 你喊得再大声些 就可以把所有人都招来了 寻常毒自有其他办法 可若要解其毒 方圆千里 只有她可以帮忙 还是歧毒 若是你十四夜 看在你师父面子上 跪下磕磕响头 再说几句我爱听的 或许 我会考虑考虑 但若是她中毒 你要怎么样才肯 不会吧 凌巫方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 是我有求于你吧 怎么一传言就要求我解毒了呢 在齐安中毒找大夫 我刚才好像不是绑着你的脑袋吧 她只是不信你罢了 不过 此毒少见 寻常大夫怕是不顶用 说你要解毒 没问题 甚至都不必磕头 只要解完毒 命归我就行 用我知道的 你所守护的东西的消息 做交换如何 为了它有必要做到如此 还是 你就是在逼我动手 你 你 在做什么 你 走 你 你 你 其实按照灵狱 不该以你为灵巫 只是离说 蛀游术可浮出邪魅 我们才进行此一 愿毒花 你果然识得此毒 何止识得 那你也应知道如何去毒了 选本还可以考虑 但是 我最让我别人威胁我 灵长 月 已出 上一阵凌雾大人留下的血液浴室 未曾出过错 不必便说了 他们相信的 从来都只有上任留下灵狱的灵巫 今日 恐怕由不得灵巫大人做选择了 马上月亮就要出来了 为防生变 灵巫 请吧 优优恩 请吧 开始了 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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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离物进山谷出岛 血月灯空 怨碎似散 古如荒山 剔成血川 雾眼月色 万妖笑寒 嚷嚷兮兮 邪要归转 是谁在唱血月瑶 闭嘴 不许唱 你快 你快 名马 谁允许你们动他了 不许唱 不许唱 谁在说话 这么快 就不记得我了吗 十四亿 这不是当年那个不祥的邪碎吗 要不是这一生生邪碎 我都快忘了你们当年对我的唾弃 羞辱与伤害 是 我为什么要回来呢 还不是因为想给你们最后一次 请求宽恕的机会 还愣着干什么 血月果然会带来妖邪 快行灵雾 你以为 我还会让你们再得逞一次吗 得逞 什么意思 怎么 他们没有告诉你 所谓的什么灵雾助导 不过是牺牲一个不幸的人 以平息渊谷沸腾的妖邪之情 这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局 若是心无所愧 为何惧妖邪 自己没有动营 在心中 这儿是在心中 有充满 我们都不是抠拒绳 不过是一个灵雾 这个灵雾 我们还是在心中 这些灵雾 不过是一个灵雾 或者那儿 甚至处 在家 这种灵雾 我们还要 二十 我 国 是 愣着干什么 他便是当年那个被索于室内 见不得阳光的鬼孩子 十多年前 你们因为卫光和苍白 而视我为邪罪 一欲攻坚之事 可曾想过当年那个孩子 有朝一日会再回来 不是说整个共恶落的人 都因为这个诅咒病了吗 为什么我看来你们好得很呢 狂骗我的代价 你们担得起吗 他们的确病得不轻 血月之日 冤枯之中万妖伏西 四三的邪气早已让民众患上顽疾 九一何用 这是血月之日 运气大盛的妖邪咒术所造成的 之前的灵巫前行为共恶落祖岛 才换得全村平安 你 你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吗 根本不存在什么 助导就能平息的可能 只要在血月之日 进入渊谷之中 就不可能活着出来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不然 你以为作为上一任灵巫的灵石寺 是怎么死的呢 灵巫大人是为了庇护众生 而自愿进渊谷驻岛 他为共恶落留下的血月预言 就是证明 靠着粉饰太平的本领 够稳作灵长之位了 你 你不要自以为对我了如指掌 真的 可是他就是那年的血月之夜 接了山谷就再也没有回来 不 不要叫他 这一切 不该你来承受 当年是他 如今也可以是我 啊 原毒 你所种的奇毒 倒是也在缘故之中 若能寻到于毒温形状一致的原毒花 会事半功倍 看来你倒是毕竟缘故不可 希望你不会后悔 希望你不会后悔 你所种的毒应该不深 所以毒温还很浅 不过小心毒温长满臂吧 否则 若是能找到草本 可以来找我 请指掌 尽管 大人 恭送凌污大人 这是徒生碧 每逢家养的牲畜经过此地时 会不由自主地色索爱鸣 不愿再前进 加之血月时 谷中万腰伏袭地传言 久而久之 当地再无人敢踏足冤谷 后来去了医务馆的日子里 我偷偷回过齐安几次 因着卫光之症 我只能在夜晚出发 而满月是月色最好的时候 他们视我为邪罪 才更早之前了 娘亲曾讲过 我诞生之夜 便是一个血月之夜 彼时还不是灵屋的她 第一次从血月之夜的渊谷全身而退 被共阿罗视为在世灵屋 谁知却生下了通体血白 浑身红疹的我 于是在民众眼中 神圣的灵屋到底还是被邪罪清洗了 自从我记事起 就被母亲关在枯湿之中 其他孩子于烈日之下奔跑嬉闹之时 于我而言 却只有一创出不可及的暖阳 我也相望你们说的温暖 可每当我靠近 却只能感受到灼烧的疼痛 于是从此 长夜入怀 此身皆约 什么目的 我永远记得 那是除了我出生之外 齐安的第二次血运 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血运 成永五年的六月十五日 世上无妖怪 若有 那我便是其中一个 没错 她不与鬼神 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子 成为他人眼中要挟 她这一生 都在尽力传承古老的文化 却无法为自己的亲子寻名 直到等今日再到贡阿鲁 我才发现不止是我想来 而是冥冥之中 就像有一双手 在推住着我走向此路 映绕在记忆中的血月遥 是被摆下的第一颗棋子 当预言中的血月 开启今日之局 怀抱赤同黑猫之人 便会成为凌雾 远古之行已注定 此行若遇不测 你可会后悔 你还怕吗 徒生必在往里就是冤谷了 可还心计 好 我们往前走吧 还要寻依你的冤毒花 我听到了 风声也会乌业 齐安府当地没有可以掌管府城的大石家 又与外邦接壤 当地民众的构成复杂 曾经因距地问题 发生过不少争斗 你们民庸的史料 想必不会提到当年并非兵戈为战 而是使用各种巫蛊之术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因为 刚刚那些寒恨而死去的人 亲口告诉我的 你听到的巫夜风声 是当年不见萧嫣的战场之上 巫门临终前最后留下的银送绝响 我们此刻眼见屠生壁上的银银蓝光 便是被束缚在此地的 破灵之虚 是啊 我在吓您的姐姐 我其实好害怕 被你看出来了 编不编的 已经过去的事情 若是无人去深宴探寻 又有谁能知晓真相的全貌呢 继续走吧 这才刚进渊谷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进到渊谷有多久了 声音 嘈杂起来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儿 猫我去找 你待在这里 等我回来 这峡谷寺有些古怪 你多加小心 无论找没找到 半个时辰之后 我们回到这里碰头 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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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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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等等 你是 是 你 当然是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这猫 红猫 不 怎么 是她 不会错的 你 你 不 你不是 没 没有什么 你 不 这猫是你的吗 原来不是你的猫 难怪 你的那位朋友是 不认识 我 我是手医 没 没有 是的 怎么 你被吓到了 和你没有关系 既然你朋友的猫找到了 那你就按原路快些返回吧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儿 这里 你 认识他们 我们 我们 我们当然是为凌乌大人而来 你为我们平息妖气 感念于此 特在暗中保护 凌乌大人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不是什么地方 既然寻你的人也到了 可以和他们一起掉头 再去寻找你的那个朋友 十四夜了 这个小兄弟是谁 这身衣服 看着不像是齐安人吧 凌乌大人 你认识 这小娃叫手衣吗 手衣手衣 世上恐无第二个这样的名字了 一吗 看来是没错了 手衣 你也迷路误入此处吗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多危险 告诉我你家在哪里 我们先送你回去再走吧 他跟你说过他能回吗 手衣 你真的不需要送送吗 不 不用你们送 我自己能回 这黑灯瞎火的 晚上山夜中 不知道多少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我们做个好事将你送回去 你住在哪儿啊 凌乌大人何出此言 本想简单套出话就好 没想到如此费劲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好了 你猜得没错 我们不是关心你 而是关心你身后的这个人 只是没想到 竟然是个矛头小子 不过倒也省事了 你们想干什么 你说呢 守夷人